我想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知道说 目前现存的国际组织都不够有能力 来因应这样的大流行 因为大流行要能够尽快地把它控制 就是资讯的传递要非常的公开 然后全球要采取一致的防疫的步调 但世界卫生组织显然在这一次里面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那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也是它组织本身造成的 一个就是说传染病防治条例是不够强 这个它的规范是不够的严谨 所以很多国家就没有依照这样的法律上的要求 去跟别人分享这个疫情 那这是要赶快去改的 所以要能够因应下一个就是国际组织要改革 然后传染病防治条例要强化 甚至要定得新的条约 让疫情的源头可以很快地去了解 那到今天为止 新冠的源头还是没有答案了 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假设我们要因应下一次的这个疫情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怎么样大家合作 然后抛开或是克服政治上的或国家之间的纷争呢 可以对于人类共同的敌人相比的 能够从他的源头 就很快地能够集合世界上有能力去调查清楚的人 赶快把它调查 调查不是为了来追究责任 是这样才有办法赶快把它控制 所以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是在美国所主导所开的第二次的这个高峰会议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好好去讨论 那至于其他的疫苗 药物的公平性 这个当然还要是继续去做出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法来执行 感谢观看